传统上我们老百姓一般讲的糖 就是我们家里用的白糖 也就是折糖 那么只要没有折糖 我们就认为叫没有糖 营养学上的糖 包括淀粉 这些都是糖类 那么甚至来讲像脂肪 蛋白质 这些在体内都可以转化为糖 能量 所以这是我们说要区分开这个概念 市场上这些无糖月饼 大多数指的只是说折糖含量比较少 折糖量低于国家的一定的标准以后 就可以称之为叫无糖月饼 它也是由这几种成分组成的 比如面粉 另外高油油脂 这些在体内都可以转化为糖 所以所谓的无糖月饼 并不是真正的无糖 很多的无糖月饼 它使用了一些甜味剂 比如像木糖醇 由于煤代谢的问题等等 其实有一部分人是不太耐受的 很多人会造成感觉到有一些腹胀 消化不良 甚至拉肚子的这种情况 那么这个个体差异 体质上也是有所不同 就在这两天 我们也陆续在门阵上 可以见到一些患者 尤其是一些年龄偏大的 一些老年患者 出现明显的腹痛 腹胀 还大胆 这种情况 其实在每年的中秋节前后 都不少见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们国家的三高人群也越来越多 对三高人群来讲的话 我觉得适当的进食一些月饼 也没有做那么可怕 就是要少量 比如说我们吃上一小块 那我们要适当的减少一下 其他的热量的摄入 比如说减少点主食的摄入 对于这些糖尿病病人 肥胖人群 三高人群 我们对于无糖月饼 也要有个清醒的 正确的 客观的这样一个认识 不要放开来吃 那么也是要做到自可而行 切勿贪口 如果症状比较轻 在家里也可以自己适当地解决 比如说我们适当地少吃一点 那么另外呢 自己可以做一个腹部的按摩 揉一揉肚子 也可以适当地喝一点茶水 也有利于促进高糖高脂的 这种的消化 可以加上适当的运动 吃完以后出去散散步 跑跑步 锻炼锻炼 把这部分多余的热量给它消耗掉 那么另外呢 通过食料 使用一些像橘子 山楂 这些都是我们说 有助于我们促进消化的这些食物 也可以适当地帮助我们 去改善这种不舒服的这种症状 对于老年人来讲 我们使用月饼要适量 尤其是要少量 这样可能会对胃肠道比较好一些 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讲 年轻人认为我的运动量大 尤其是我马上要去跑步了 我先吃上一块月饼 给我补充点能量 会不会更好一些 实际上也不是很合适 它的高油高脂这种能量转换比较慢 它也不适合我们作为短时间迅速的功能的需要 所以你吃完以后 往往也会造成这种不舒服 所以月饼最好不要把它放到晚上去吃 吃完以后我们该睡觉了 一步活动了 那么就更容易加重自己的消化不了 早上起来空腹 吃这么一个油腻的不消化的食物了 也不适合 所以放到一天的中间 一天上午中午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